好 台中沙路區一位69歲的富人 日前來到沙路一間農會 向行員來表示說她想要來匯款 那這個行員疑問之下 才發現說她竟然是要匯款300萬的新台幣 那這數字一聽就是怪怪的 所以這個女行員相當激情 馬上問她說 那你到底是要把這個錢匯給誰 到底你的理由是什麼 不過這個富人是回答不出來 講話支支吾吾的 讓我們來看一下當時狀況 好的 行員發現有意義的同時 馬上就通知警方來到現場 這個富人才表示說 一個月前有在網路上認識朋友 說要來做最近很夯的投資黃金買賣 那疑似才跟她講說 這很有賺頭 不要特別跟其他人來透露 所以當行員在問的時候 這個富人是回答得支支吾吾的 直到看到這個玻璃士大人 才坦承說原來是想要做這個黃金的投資 那這警方就進一步來追問 說你這個手機的對話內容 或是截圖可不可以拿來看一下 那一發現就說這其實是詐騙集團 慣用的手法 那同時也在這個行員的勸說之下 這個富人才保住了這個三百萬的老本 那事後這個清水分局的局長 得知說這個員工立下這個漢馬功勞 成功保住民眾的血汗錢三百萬元 是特別來鼓勵他們 那同時也向民眾再次呼籲 不管是這個網路交友的詐騙軟體 或是近期這個關鍵字 包括說是柬埔寨 高興不要隨意向外人透露 這些都可能是詐騙集團的陷阱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 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